可是我們看天下大亂 形勢大好的時候 在國內還有一群人 他們期待的 好像跟大家不太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前國安會的秘書長蘇啟 他最近在接受 廣播訪問的時候 他怎麼說呢 他昨天說 當美國表態說 美台是有史以來 關係最好的時刻 他說才怪呢 這就反而造成了 台灣幾十年來 最危險的時刻 他說美中台三方 現在都是鷹派當家 還說台灣已經成了 世界危險的中心 很多人還以為 台灣被注意到了 甚至還洋洋得意 這些台灣人相當膚淺 而且他還說 台灣最後會被美國拋棄 他怎麼講呢 他說拜登對中國的 強勢態度 只不過是做給國會看的 美國向來叫的力量 會大於他咬的力量 在美中大戰之下 他竟然唱衰台灣的處境 最後就是一場空 而且他還說 美台關係太好 反而是更大的危險 說雖然美國制定了 友台的政策 可是如果真的發生了戰爭 美國距離那麼遠 根本鞭長莫及 如果中國動手 美國還沒來 台灣就變天了啦 還說呢 這個打敗國民黨不難 但是民進黨要打敗共產黨 是另外一回事 說啊 這個蔡總統啊 就是不知道對方啊 也就是說中國啦 什麼時候會一巴掌打過來 所以呢 他就很酸的說 就有一些人難怪會說啊 台灣離大陸太近了 離上帝太遠了 這方法實在讓人很生氣喔 但是呢 呃 他其實這個特別講調說 民進黨打敗國民黨不難喔 但我們就來看 為什麼不難 不就國民黨自己嗎 國民黨最近真的有夠誇張的喔 這個禮拜喔 國民黨的這個中常會 本來要談 氣候變遷跟民主喔 這個畫面 昨天讓大家真的笑破肚皮了 這個國民黨中常委呢 竟然說 江啟成是孫中山呢 依托的繼承人 還說孫中山已經得到成仙了 已經有了個法號叫做韋慈真君喔 而且呢 他還再次再三的提醒 黨主席江啟成 你是孫中山的依托繼承人喔 江啟成這個臉上三條線 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最後呢這個黨務主管喔 這個把這個現場的直播 給咔了之後呢 據說私底下講說 實在是給人家看笑話喔 當下他們好想找個洞鑽進去喔 連這個趙浩康都說 28號中常委還要邀我去中常會 現在是請我去登壇做法嗎 好 更誇張的是呢 中常會上 要這個談氣候變遷 結果呢變成了步道大會啦 然後呢這個要談這個 這個泰魯閣事件還請來專家啦 結果變睡覺大會啦 台下你看睡成一片 這國民黨這些人到底是有多累啦 而且呢更誇張的是呢 你看國民黨的一開口 一堆荒謬話還包括了 最新的就是國民黨的立委李德維 竟然說萬聯街上賣的這些萬聯豬腳 真的都是台灣豬嗎 這番話呢其實聽了之後 讓不少人感到非常的憤怒喔 但是呢還是問一下這個智政老師啦 蘇琪呢現在講說 美台關係有史以來 雖然呢強調現在是關係最好的時刻 他說其實就是因為好 所以台灣現在才最危險 而且呢他還說喔 因為這個中國距離這個台灣比美國還要近 所以中國如果要打台灣力道呢 比美國要來幫助台灣力道還要更強 他說所以台灣小心翼最後是一場空 你怎麼看這個說法 如果把蘇琪講的話 這個不講說是誰講的 來看這些一路 聽起來像是環球時報的一些論述 很誇張耶 像胡基進說的 那我必須要坦白講就是說 剛才提到國民黨一直在講這個東西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馬英九基金會之前辦了一個活動 叫什麼台灣 等一下國家不安全研討會 對 人家是談國家安全研討會 才談國家不安全研討會 再跟各位報告一下 最近國民黨的青年部 要辦一個年輕人的活動喔 是兵推營 就讓年輕人也參與兵推 兵推的主題叫什麼 主題叫什麼 叫做第三次台海危機 第三次台海危機 所以你看整個國民黨 不論對自己催眠也好 或想要向台灣整個社會大眾催眠也好 不但告訴我們 現在問題很嚴重 更糟糕的 問題的來源都是我們 自己 是民進黨 但在這裡面很少談論 他們批評共產黨的地方 就是啊看不到啊 幾乎看不到 那到底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我知道有幾個問題是我們要去證實 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確是一個邏輯 因果關係很顛倒 很混亂的一個論述 比方講 這是有史以來台灣關係最好的時刻 他講 所以你看 這是台灣最危險的時候 可如果正常的邏輯是應該講說 這個時候是因為中國在這個地區 擴張最大的時候 甚至對台灣威脅最大的時候 所以台美關係由史以來最好 是因為中國在這地區的擴張 果造成了台灣跟所有理念相近的國家更加的接近了 因為台灣如果倒下去的話 所有的國家包括日本包括甚至美國都受到威脅 它的國家利益會受到挑戰 所以因果是完全混淆的 倒果為因 把美國對我們的好 視成台灣危險 這個不安定 甚至未來可能被中共發動戰爭的理由跟藉口 這代表什麼 再合理化 中國對台的動物 這個是很有問題的 你們跟美國太好 所以造成台灣的問題 台海的危機 所以如果中國對台動物的話 那就是怪我們自己幹嘛跟美國那麼好 對 它的論調是這樣 這個論述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是一個倒果為因 甚至是敵我混淆的一個論述 第二個是跟事實嚴重的不符啦 它裡面其實強調說 你看這個中國力量太大了 客觀的力量超過美國很多 所以美國來不及救我們等等等等 如果對這個地區的軍事的平衡有所瞭解的話 我相信很多人會得到一個結論 至少到目前為止 這個地區的軍事平衡 美國還是維持一定的優勢 對 還是一定的優勢 是 並沒有完全倒向中國啦 最近的這個所謂的中國遼寧艦 在這個地區所發生的狀況 真的 就可以看得出來嘛 遼寧艦不是旁邊圍關了 三台這個美國軍艦 沒有錯啊 所以事實上 我常常在看美國跟中國 最近擺出來的泰式啊 軍事的泰式啊 我一直想到最近 在網路上很紅的一個東西 就是什麼 中國的傳武 傳統武術 跟格鬥的比賽 什麼太極啦 然後這個所謂的武當啊 少林啊等等 所謂大師啊 然後就要號召 要這個跟格鬥大師來比賽 就兩三下就被撂倒了 那當然不是講說中國的武力 我們可以輕視 但是也不用掌他的威風 這點很重要 因為美國的軍力跟 不是啊 現在戰爭打仗不是把武器擺出來 就誰贏誰輸的啦 對 是實戰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啦 他可以講說我是幕府陳舟 所以要提醒大家啦 但是我相信啦 民眾會做判斷 誰跟台灣的民意是站在一起的 最後我要講一下就是說 曾幾何時啊 時事的轉變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在過去啊 民進黨要拼命的去辯護我們的兩岸政策 辯護我們的中國政策 因為那個可能是很多人認為說 這民進黨的罩門 說我們要辯護 需要解釋清楚 現在不是的 現在是國民黨天天要辯護 它的九二共識 它跟中國的關係 這也難怪啦 因為台灣人民一天大人覺得 你在這樣幫過中國講話 所以這樣的一個發展啊 真的要檢討的不是台灣民眾 是國民黨自己應該被點醒 而不是台灣民眾應該被點醒